嗨 今天就是我在酒店隔壁的第19天 還有兩天我就可以出關了 我現在房間當然有點凌亂了 住了十幾二十天了 我又沒怎麼收拾它 這裡就是由我房間看出去的景 人啊 有人啊 自由的空氣啊 當然窗是密封的 不能開窗 所以想吸收新鮮空氣也不行 我的床是比較凌亂 但這麼多天睡在這床上也挺舒服的 依然是凌亂 底衣放在這裏 依然是放在這裏的底衣 我沒有移動過的 我打算回去才洗 那些行李箱也是放在這裏 這麼多天都沒有移動過的 我是帶了三個行李箱來 在床邊這裡 我是存了一堆東西的 大家想不到我存了一堆是什麼呢 給大家看一下 我存了這些就是用過的食物容器 積器的食物容器 那當然我是洗過的 其實我們平時是為這個地球製造幾這麼多的垃圾 你看看 你看看 全部其實都還可以用的 那當然因為我是在隔離 那我就一定是用這些外賣盒的食物 因為他不能接觸我們 他就這樣放我們早餐午餐晚餐在門口 我們出去拿的 但其實平日我們的生活 其實加上疫情 都很多人習慣了叫外賣 其實我們是製造了很多這些食物容器的垃圾出來 所以想想其實堆填區 真的要多少位才夠我們 扔這麼多垃圾 所以其實我們人類為這個地球製造了很多垃圾出來 所以就是奉勸大家 平時的生活習慣去變 其實都可以改變一些習慣 製造少一些垃圾 倒出來那一刻是很過癮的 不過現在我要先撿回去 這個廁所是有點髒的 不嚇到大家了 沒辦法去沒有廁所擦 沒理由徒手會擦它 在這個酒店住的最後一卷 第六卷廁子 原來住21天是要用六卷廁子的 這裏也是比較嫩一點 那這些是我存起的未用的膠刀叉 那我會拔出來 就拿回家用的 因為這樣未用過 掉了它實在太浪費了 那這次這個酒店隔離的經驗 又沒去到說很難很難受的 因為其實我現在開始都不是太喜歡 說經常出街 其實我都喜歡躲在家裡 不過連續躲在一個室內地方 21天是不容易的 上網那麼多東西看 那又很難說悶得死你的 還有我就在這次的酒店隔離那裡 就一次過佈了這個Penhouse的第一季 和第二季 這次21天訂酒店 那我訂這間就不是很貴的酒店 已經是平價的幾百元 那都搞了一萬多元了 所以如果那個疫情不走的話 那我要飛韓國回來香港 那其實都浪費錢的 原來是有一個廣告是找我拍的 因為那日期就撞了 剛巧我要酒店隔離就沒有了 一飛回來香港我就很掛念Kaka 就是我真的很想快點搞定一些東西 那可以又飛過去看它 如果不是有疫情的話 最理想是想每個月都飛過去 然後又飛回來 那講酒店的食物 其實我又覺得不是真的很差 好像茶餐廳那樣的質素 不過也比沒得吃好 而且又不是說很五星級的酒店 有得吃我覺得已經很好 那我們每間房的門口 都有張椅子的 他們就會把你的食物放在外米盒那裡 就放在外面那張椅子 然後有個敲門叫你出去拿 就是這樣 那我現在其實就等著我早餐 我昨晚通宵沒有睡 有看球 拍片那些東西 那我沒有睡 那這次的酒店隔離 因為他們會在第十二天和第十九天 就會上來和你做檢測的 那如無意外都是陰性的 如果是陽性的話 就突然陽性 都是這裡不知道哪裡 有些病毒傳染了給我 那應該是OK的 那我是可以順利出關的 有的 有的 又有的 那是 這次的酒店 有冷的 每個月 一天 你們 有的 我們 搞到